声声不息从港台 宝岛走回了家门 第三季来袭 这一次的阵容咖位确实不容小觑 只不过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光是看看这些人的年龄都能猜到 这次芒果又拿到流量 密满了捧咖位明显 王苏龙表示不服 竟这样说 陈楚生打脸众人 凭实力说话 和芒果台多年恩怨 爱恨情仇是否一笔勾销 一边是60岁的天后毛阿米 名镇四方的韩红孙楠 另一边又是19岁行进组合宋亚轩 网络歌手出身汪苏龙 当这些人聚到一起 就注定不会平静 果然 首先让网友感到共情的 就是汪苏龙和周深两个人的反应 他俩的名气在当下的内娱来说 都算是顶流的位置了 汪苏龙有更人缘好 走到哪都有笑点 周深也从来不搞事真性情加真实力 声声不息 嘉年华中这两位歌手的表现 真的有种演我的感觉 开玩笑在前辈面前炫耀对方 故意让对方感到尴尬 汪苏龙在韩红面前竟然能说 周深将华语乐坛带上了一个新高度 搞得周深真想挖个地缝钻进去 做视频不易 先点赞 后观看 人生更灿烂 后面二人与19岁的宋亚轩一起 在人群中瑟瑟发抖 前世汪苏龙想与陈楚生打招呼 鸟敲小声的一句声歌要不是有话筒 搁着屏幕我都差点没听见 然后他们又开始纠结怎么和古巨鸡打招呼 两个人扭捏的不像其他综艺里的他们 却不知为何总有一种看好朋友回家过年 在饭桌上看到厉害前辈的感觉 好终于打上了招呼 在思考如何叫古巨鸡比较符合身份时 汪苏龙可以叫你吉哥吗 观众哈 古巨鸡 古巨鸡让他们叫自己LVO 这是他的英文名 宋亚轩6什么6 好这个时候你们还给我玩些音梗是吧 说实话 这些人确实都非常有实力 但大部分歌手都很有善 而且大家都是参加过芒果的综艺 打出了知名度 作为当红青年歌手 又啥不好说话的呢 跟大家熟悉熟悉就行了呗 这俩30多岁的歌手 跟着19岁的宋亚轩一起抢活干 就是不想融入 看得我脚趾抓地 都是上了不少综艺的人 不至于吧 唱红歌就算了 如今芒果综艺就爱搞这一套 把赵本山小品拉出来 让四川人于可为模仿 又让台湾上的王心灵学 这也就算了 强行捧宋亚轩就有点过分了吧 这孩子开场 竟然能跟谭维维一起唱 凤凰传奇的山河图 谁能想象我听到的那一刻 我以为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都被欺骗了 好 不愧是你湖南卫士 晚会让时代少年团 与周华健合唱 还能让19岁的爱道 与谭维维唱凤凰传奇的歌 这也就算了 捧就捧呗 可他们偏偏要踩别人一下 当何炯突然提起自己与金龟子一起上春晚的场景 我就按叫一声不好 果然他下一秒就发问了 都谁参加过春晚啊 当他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舞台上分别站着王心灵 汪苏龙 陈楚生 玉克维 还有宋亚轩 恍惚间 我以为节目换成了我要上春晚 这种梗就数灵七 一三玩的最多了 而陈楚生此刻似乎也有些尴尬 不过好在大家都没上过 宋亚轩站出来的那一刻 我终于明白这一part的用意了 感情是特意找了几个没上过春晚的 给人衬托一下 最后 何炯莫名其妙开始采访宋亚轩 问他上春晚家属叮嘱了什么 宋亚轩回答 他们让我别驼背 此刻大家又开始了尴尬的笑容 不是 如今的春晚上不上是什么很光荣的事情吗 底下一群不知道上了多少次春晚的大佬 咋不给镜头呢 不过 虽然黄得很明显 可宋亚轩还没那么显眼 刚让人惊讶的是韩红的表现 毛阿米是所有人中年龄最大的前辈 上来他直接点出在飞机上 韩红就坐在他后面 却不打招呼 而韩红却顾左右而言他 说一句 我旁边做了陌生人 换不了座 把这个话题搪塞了过去 即使毛阿米真的情商很高 而且为人热情 韩红是等着别人与自己握手 毛阿米看见陈楚生直接上去就握住了手 一边恭喜他 一边说自己喜欢他很长时间 等到周深唱完歌 毛阿米更是热情地表达自己对他的喜爱 每次听他唱歌 自己都会泪流满面 甚至还说自己要向他学习 周深听完受宠若惊 谦逊低调 这才是真正的大佬 而韩红对待周深是截然不同的态度 当汪苏龙给韩红介绍周深 其实明显听出来是开玩笑 站在一旁的孙男也没当回事 可当韩红听见他说 周深将华语乐坛带上了一个新高度夸张语气时 一下子就来了尽头 边忙走上前瞅瞅 并问带到哪了 当大家都入座后 王心灵闪闪来迟 他不想坐C位 而这个主座恰好就在韩红旁边 其他人热情地让他坐过去 韩红硬使头都没抬一下 王心灵都走到跟前了 韩红眼神都没给装都不装 这吓人的表情 我要是王心灵我也害怕 不是你要是真看不起别人 干啥还来参加综艺呢 确实韩红是有实力 而且在歌坛界地位不低 个来参加综艺还摆架子 摆给谁看 人到齐了 他第一句就是参加了歌手三的过来 我是第一次在芒果的综艺里 看见空气凝结的画面 大家都是在内鱼混了挺长时间 情商不低的歌手 愣是一句话都没挤出来 就这个咖位 能在一部综艺里聚齐已经不容易了 我本以为大家会是呼声一片 没想到还是有不少唱衰的声音 不少人都认为大家是炒冷饭 发唱片的不参加综艺 参加综艺的不发唱片 甚至有人表示空有其表的越来越多 实力好得越来越难 不过不得不说的是 芒果是懂得资源利用的 自己捧出来的明星 火了之后理所应当为自己新节目预热 只不过这些人大家或许都已经看腻了 不知道后面还会有什么新的惊喜带给观众呢 声声不息三首播 捧高菜低 人情冷暖 被这几位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两年的音乐综艺 也就湖南卫视做得不错了 其他台虽然也有过巅峰时期 可发展到了如今 转椅子的争议四起 戴面具的节目慢慢也没了热度 包括推杆滑行 请网红点评等各种形式的阴踪 似乎都是越来越糊 就算搞事情观众也只是骂两句 就无人在意了 而芒果台的浪姐 皮歌一记截着一记 无论多模糊的明星 只要镜头多 就算你是皇族 也能走到最后人气一飞冲天 没错 既我是歌手系列的延续 到乘风破浪的姐姐 皮筋斩棘的哥哥这些阴踪 湖南台又开启了全新音乐IP 声声不息三开门红 但面临三大争议 鸡手红歌就破防 尬黑太明显 作为芒果的又一大国民级殷踪 声声不息 在我是歌手停泊两年后 扛起了芒果纵横殷踪市场的大旗 第一季的港月季 虽然完完全全就是县里殷踪 但芒果把音乐 科普和县里完美揉合到了一起 无论是音乐质量还是节目利益 都堪称内与殷踪的全新标杆及水准 第二季宝岛季 尽管最终阵容与网友们的高期待有不小差距 但芒果的制作水平依然值得点赞 在2023上半年的大环境下 芒果能成功推出宝岛季就已经了不起了 是其他平台网尘莫及的水准 声声不息的第三季 观众们虽然没等来翘首以盼的港月季第二季 但于12月2日开播的嘉年华季 依然没有令观众失望 尤其是节目利益更大了 港乐季和宝岛季之后 确实应该有这么一个嘉年华季 嘉年华季首播之后 无论是网络讨论度 还是音乐平台的音源成绩 这一季堪称再度实现了开门红 但是嘉年华季首期的热闹背后 同样面临着三大争议 其一是选举中的红歌部分 其二是宋亚轩的实力问题 其三是乃因被逼嫌的问题 嘉年华的第一期节目共有17首歌曲 即便把周深演唱的《跟着你到天边》算在其中 红歌也不过只有6首 但仍旧被不少网友吐槽红歌太多 干脆改名叫《生生不息红歌计算》了 但其实嘉年华这一季的主题是中华百年流行音乐史 而红歌本就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音乐作品 而且更应该生生不息 几首红歌就令某些人破防了 干黑言论太明显 更何况这是英宗节目 除了胡彦斌和张琪的合唱不尽如人意外 周深地跟着你到天边 谭维维的英雄赞歌 韩红的唱之闪歌都是高水平输出 让长大后的观众在高水准的英宗节目中 再听这些耳熟能详的红歌 就是嘉年华这一季的意义之一 在短视频风靡的当下 即便是主流的高质量流行音乐作品都很难被更多人听到 更何况是红歌呢 劣质的口水往红歌曲确实让华语乐坛倒退了几十年 而芒果打造生生不息这个系列值得一直做下去 除了选曲中的红歌争议 嘉年华记的阵容从网传开始就备受诟病 尤其是首期节目播出后 宋亚轩遭遇了大量观众的疯狂谱 与马佳琪在宝岛季首期节目播出后 备受好评形成了鲜明对比 宋亚轩首期节目参演了两个舞台 其一是山河图 其二是把耳朵叫醒 有一说一 宋亚轩独唱的把耳朵叫醒 其实可圈可点 虽然没有原唱锦海星那么炉火纯青 但这个选曲确实适合她 真假音转换还算丝滑 至少听起来不违和 但是宋亚轩在山河图这个舞台中 确实被谭维维碾压得相当明显 即便谭维维也不擅长rap 甚至有一丁点声音 却依然能令宋亚轩黯然失色 当然了 山河图很适合放在嘉年华这一季 节目组特意把这首歌排成MV的创意和诚意 都值得点赞 但正如网友们调侃的那样 除了原唱增益 谁唱这首歌中的rap部分 都像是朗读 宋亚轩当然驾驭不了 或许是为了对警主负责 也或许是节目组希望阵容中的宋亚轩 能吸引更多年轻群体 但流量是把双刃剑这句话 目前已经体现得相当明显了 可以预见的是 嘉年华之后的节目中 宋亚轩依然会是高热度嘉宾 但遭遇的骂声不会止于第一期 没给普通观众留下一个好的出印象 后续很难口碑翻盘 港乐季的安琪就是最好的例子 只能说嘱咐宋亚轩吧 除了选曲和阵容之外 嘉年华季首期节目 还有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那就是耐英 虽然全程没露面 但没露面就是问题所在 无论从作品数量 还是传唱度来看 耐英都是华语乐坛流行音乐史上 绕不开的天后级歌手 而且他在上半年的宝岛季中还是主咖之一 是大家长之一 但是在仅仅时隔半年后的嘉年华季中 芒果对他却压根不提 而且明显是刻意为之 比如在谷建芬与徒弟们的合影中裁掉了耐英 比如播放详约1998的视频时 只放了王菲 至于原因 不外乎有两点大部分观众能猜到 而且节目组应该也能预料到如今的舆论局面 第一个原因自然是李文生前对中国好声音的控诉音频 让大量观众认识到了这个节目的零一幅面孔 口碑难以挽回后 浙江卫视终于官宣了节目停播 第二个原因则与刀狼不无关系 他今年的新作品《罗刹》还是风靡一时 未曾开言先转定这句歌词 被大量网友认为是在内涵中国好声音盲选赛段的导师转身设定 那应作为中国好声音党之无愧的元老级成员 在李文英平事件中本就被骂的不少 之后再加上刀狼作品的舆论影响 即便关于那英姐妹的网传言论没有实锤 但她的口碑还是大大受损 芒果选择避嫌其实能理解 值得一提的是 芒果在加年华季中对内英的这番操作 有可能是单方面的 也就是没有和内英打过招呼 但也有可能是双方商量后的结果 毕竟内英本人也不希望再度被热议和被吐槽 而且那英和芒果有可能还要继续合作 她明年加盟歌手2024的可能性很大 综上所述 凭借港勒季和宝岛季积累的热度以及口碑 再加之芒果的制作水平和审美依然在线 加年华这一季首播就拿到了大爆的成绩 提前预定了年度爆款 至于首播面临的逐多争议 笔者预测后续可能会有所反转 尤其是选取部分 除了赛制不激烈之外 大概率与我是歌手相似度很高 至于宋亚轩 在大量观众那的既定印象 和节目中的出印象都不够好 祝她好运 生生不息 三二轮选取曝光 二组飞行 没有红歌 周山宋亚轩合唱 仅一人有独唱 作为各大平台的必争之地 内于殷宗近几年百花齐放 一线卫视和网络平台 都有拿得出手的殷宗代表作 但其中 又属芒果有着遥遥领先的地位和成绩 尽管我是歌手停播的两年之间里 芒果在殷宗市场一度低迷许多 但生生不息 这个系列再度证明了 芒果在殷宗上的实力 审美和敏感度 凭借港乐季和宝岛季积累的热度 以及口碑 第三季的嘉年华季 从被曝光开始就备受关注 是2月2日播出的首期节目 也没有辜负观众们的期待 嘉年华季请到了包括孙楠 韩红 黄岐山 胡彦斌 陈畜生 王心灵 周深等在内的12位歌手常驻 首轮飞行嘉宾 还有9位露面的毛阿敏 所以说 尽管嘉年华季被调侃是 我是歌手大团建 但综合各方面因素来说 芒果能拿出这样一套阵容 已经是诚意十足 远胜其他平台 嘉年华首期节目之所以能出圈 节目的利益和格局功不可没 面对中华百年流行音乐史这一课题 导演红校团队花了几个月时间研究 还请到了多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 芒果在好好做英宗这件事上远比某些平台只看重学头更值得肯定 当然了嘉年华第一期节目也遇到了不少争议 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选取问题 尤其是英雄赞歌游击对歌我们走在大陆上和在希望的田野上这四首红歌 但其实这本不该成为嘉年华季的槽点 因为一来红歌本就是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 二来红歌在整集节目中的分量并不重 毕竟数量本就不多 中华流行音乐的高速发展期是近30年 这部嘉年华季即将于12月6日录制第二轮 目前已经有博主曝光了选取 尽管可能和正片有出入 但应该相差不多 此前首轮录制被曝光的选取就很准 从选取来看 嘉年华季从第二轮应该就分组了 此前就有传言说沿袭了港越级男队女队的设定 看来网传属实 毛阿敏和张琪之后 第二轮的飞行嘉宾依然是二组 分别是俄尔古纳乐队和说唱歌手坦克 俄尔古纳乐队是行光大道第一季的季军 去年参加并进入了芒果殷宗春天花会开的决赛 他们能受邀加盟生生不息 应该就得益于这一段缘分 但可今年常驻了披荆斩棘第三季 尽管最终没有成团 但他凭借在节目中的表现大大提升了国命度 被赞rapper中唱歌最好的不一定是GAI 第二轮录制被曝光了13首歌曲 其中12首是合唱 只有胡彦斌一个人有读唱 或许是因为他是首轮录制中唯一没有读唱舞台的常驻歌手 所以第二轮唯一读唱队长和黄里格的作品十一 发表于2022年 但是十一这首歌的知名度非常低 算是第二轮所有选曲中最低的 似乎并不符合中华百年流行音乐时的选曲标准 不知道是节目组的选择还是胡彦斌自己的选择 黄岐山欲可为将合唱张小斐的《悬草花》 是电影《你好李幻音》的主题曲 编排方式很可能会有母女情 韩红黄心灵将合唱朴树的那些花儿 这两位在首期节目中贡献了名唱面 射牛的黄心灵大胆地对韩红喊AKAXXXL 另不少观众为他捏了一把汗 谭维维和俄尔古纳乐队将合唱旁龙的《你是我的玫瑰花》 这首歌是彩琳时代的王者之一 但旁龙的作品曾被公认含金量不高 是口水歌 所以谭维维和俄尔古纳能否唱出高级感是看点之一 谭维维和陈楚生将合唱任素希的胡广生 选曲和出战人选都值得点赞 当然了不是说谭维维不好 但如果陈楚生能独唱这首歌的话 大概率会是出圈曝光 他和这个作品的适配度太高了 黄岐山和谭维维将合唱老歌《玫瑰玫瑰我爱你》 后者与这首歌很契合 但黄岐山唱这首歌是什么感觉很难想象 但愿二者的合唱不为何 王心灵和俄尔古纳乐队将合唱民谣作品《我的家》 甜心教主和少数民族摇滚乐队搭档唱民谣 又是一对除乎意料搭档 孙兰和陈楚生将合唱《毛不易的无名的人》 前者是国家队通俗唱法歌手代表作之一 后者是选秀出身的野蛮生长派代表 这般无名的人的姻缘成绩大概率不会差 古剧姬和汪苏龙将合唱陆寒的《我们的明天》 龙氏情歌近两年全粉无数 汪苏龙首期节目中唱的《我的眼里只有你》 也是自己担任制作人 之后的节目中应该也会是这样 而我们的明天明显很适配他 周深和宋亚轩是嘉年华季流量最大的两位常驻 他俩将在第二轮合唱邓紫棋的《桃花诺》 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出圈 尤其是某营短视频 值得一提的是 宋亚轩在首期节目中山河图的表现遭遇大量吐槽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搭档谭维维太强了 如今第二轮再度遭遇小魔王周深 逼者预测还会被碾压 王苏龙和周深将合唱《杨幂的爱》的供养 这首歌其实不差 但因为杨幂水平有限 以及这些年网友们的玩梗 导致不少人以为这是一首烂歌 王苏龙和周深的合作将提高这个作品的质感 胡彦斌、宋亚轩和蛋壳将合唱宇全的最美 尽管因为陈某番 宇全这个组合已经成为了历史 但他们的作品在中华百年流行音乐上里 有不可磨灭的好几笔 孙男和古巨姬将合唱《张碧晨的龙》 是电影《消失》的他的片尾主题曲 是唐田作词前蕾作曲的又一经典 被赞是2023年少有的真正出圈的作品之一 综上来看 《生生不息》《嘉年华》第二轮选曲没有红歌 有老歌也有新歌 而且大部分都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作品 这下应该很少再有人挑剔了 但笔者预测还会有人挑刺说 与我是歌手几乎一样了 芒果想好好做英宗真男 就在《生生不息嘉年华》首期播出的今天 2024年春晚主题及主标识 也于今天正式发布 又恰好在《生生不息嘉年华》首期内容里 陈楚生演唱了春晚歌曲 借跟他一起唱歌的郁克维 上过春晚 上过春晚的汪苏龙 也说他们0713是时候上春晚了 这种种巧合是在预示0713要上春晚了吗 期待贾成龙年春晚里有0713在就业男团